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一个对各位投资权益至关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对于今天的大盘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开高走低的黑线 我要问的是为什么 就你今天所看到的今天的开高最高点来到什么位置 来到11657 来到11657的概念是什么 来到11657的概念是他突破的前波的高点 前波高点是11654 在突破前波高点 他反映的这一个涨势 是值得期待的 因为他如果说不值得期待的话 他就不会突破前波高点 这个是一个逻辑上面的问题 那重点就在于 他为什么在突破之后会拉回来 如果说你没搞清楚 今天的就是说这一个开高走低的黑线的话 我相信在今天航行找盘开高往上的时候 你很容易陷入一个追高杀低的迷思 追高杀低是不会在市场上面赚钱 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一个浅选道理 那重点不在这 重点就是在于 刚才就说这个请问各位的 就是今天大盘为什么开高走低 你会告诉我 因为就是今天台积电创下历史新高之后拉回 所以大盘开高走低 这个对各位来说 我认为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我相信各位也深以为然 所以对于所谓的外债 或者是说到了收盘之后 我们再来找出台北股市下跌的原因的话 我告诉各位晚了 你要知道台北股市 今天为什么会开高走低的同时 就必须要从昨天的这一根红线上面 去解读今天的盘式 在昨天行情 跳空开高站上五日线 也站上月线的带量红线 带给所有的人 对于这个盘式都有一个更高的期待的同时 在昨天收完盘之后 有没有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这个行情六个字 高档区间震荡 两条线画出来区间震荡的距离 而就是在一个所谓的高档区间震荡 如果说是它的一个结论的话 我们必须要看到台北股市的内涵 台北股市在昨天开高的同时 在盘后分析已经很清楚的告诉各位 今日夹着每股止跌回升的利机 跳空开高 一举突破五日线及月线的两道关卡 成交量温和放大显示前三天 月线下的亮缩整理宣告结束 行情再次挑战顶峰 形态上呈现高档相形 相形整理格局 在区间来回震荡三次之后 部分短线幅而已 获得有效清理 对上工的阻力也相对减轻 一切看起来都是整理完成叙事待发的模样 可是 可是这边你所看到的 却是一个不一样的看法 对照前两次濒临高点也是如此 却都落得关前回首的结果 尤其是这一个月控盘者 他很喜欢搞穿头破底 或破底穿头的把戏 之前如此 现在难道会有意外吗 坦白说谁都抓不准 就是在这一次 市场会不会搞这个所谓的穿头破底 或破底穿头 可是盘中的买卖力道 却可让我们辨别真假 其现货逆价差转为正价差 表示话语权转回多方阵营 但现货收盘后 正价差收敛 则反映了现阶段多空 这是我们今天在期货操作的重点 他反映的是一个多空 现阶段多空操作周期不长 也就是说区间震荡 依然是正在进行市 在台子旗15分线 今日开高走高收高 怠度攀登高峰 以空头角度来看 它是一个三重顶 及头肩顶的复合形态 它的差别在哪边 三重顶或头肩顶 它的差别是在高点的落差 就是头肩顶的高点会比较低 三重顶的高点会比较高 这是我们必须要先认知的差异性 那同质性是什么 同质性则是高点位置 它是相去不远的 获利最大化的操作是在明日盘中 濒临右肩或顶峰出现转折讯号时 进场部件反向空单 出现转折讯号时 进场部件反向空单 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说就一个实际操作来讲的话 各位可能还不太能理解 可是如果说带到今天的主题 必其锋锐及其堕归的话 我相信对今天的操作 各位就会深有所感的认为 这句话绝对是今天赚钱的一个最重要依据 为什么等一下会跟各位来做一一的对照 而在这个同时我要先跟各位报告 一档股票的部分 就是在于 这一个行情 在一个来回区间震荡的架构之下 它反映了股票市场 有人买也有人卖 它同时也反映了 有些股票它会涨也会跌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股票的操作 我们就必须要了解 在股市获利的三大要素 第一方向 第二节奏 第三选股 方向在目前为止 不要说各位 连阻力很可能都不晓得 下一个方向 到底会呈现什么样的风貌 可是阻力却知道 在这个来回区间震荡 市场没有大变化的时候 它就会有一个 持续区间震荡的走势 既然它是一个区间震荡走势 这个时候节奏好不好抓 当然好抓 就是在区间内 高空低买低买高空 我相信对各位来说没有难度 有难度的是什么 有难度的是你看到价格的跳动 然后做出反射性动作 这对各位来说 对各位来说是一个最致命的伤害 那为什么它会形成一个致命的伤害 等一下各位也可以就说一一的来做一个观看 然后第三呢 就在选股的部分 就像刚才跟各位报告的 航行来回震荡 所以呢 选择股票成为就说在 选对股成为我们在这个阶段里面 能不能成为赢家的一个重要关键的同时 我让各位来看 前天 前天跟各位报告的这档股票 在最近这个阶段里面 算是市场的宠额 因为你看到的 航行在经过整理之后 一个 一个就说这个多头走势 呈现70度角往上扬升 重点不在这 重点是呈70度角往上扬升之后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它在高档收了两根黑线 收两根黑线 它表示一个很清楚的事实 就是它转折浮现 转折浮现也不是重点 重点是 它的转折会把这档股票 往下调整到什么样的位置 这边各位已经看到了 一个预期性的目标 就是它一定会拉回到这个位置 拉回到这个位置 从上到下 总共是21.7个百分点 这个时候我要请问各位 我要请问各位 如果说这档股票会从这个位置 拉回21.7个百分点的话 你认为 你认为就是说在股票的操作 针对这档股票 你要怎么样做 才可以让你在市场上面赚到钱 你不要告诉我 等它拉回来买进 如果说你告诉我 等它拉回来买进 我告诉各位 我告诉各位 就是你对于操作的本质来说 我并没有搞懂 就是在这个市场上 多或空 它都不重要 因为多空 永远存在这个市 永远存在在这个市场上 重点是 多空的选择 你要就是说怎么样 让自己站在正确的位置 如果说你可以让自己 站在正确位置的话 两天下来行情不大 行情不大 可是呢 你却看到了 它跌破了这两根黑线的低点 跌破了这两根黑线低点 的同时 它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这一边是不是已经 出现了短期趋势向下的 这种情况 如果说是的话 我再请问各位 我再请问各位 难道你要等到它 来到这个位置 看到结果之后 才来二晚叹息 告诉自己说 如果早知道 这样之前 告诉各位 就是说一些 从高档即将要回落的股票 最代表做的 就是在4968的利基部分 那今天我们不 就是说不讨论利基 而讨论这档股票 就是要让 各位观众 要让各位观众 能够赢在起跑点 那能不能赢在起跑点 我相信是 对于投资人来说 对于观众朋友来说 是你一个 就是说这个 重要的选项 那你说一定要等到 行情往下跌 等到趋势正式反转向下 这个时候才来跟别人一样 做一个所谓的 落井下石动作的话 我告诉各位 两个字晚了 晚了 那你要怎么样 就让自己站在 就是说第一个时间点 就能掌握 操作的利润呢 我们来回顾 回顾 刚才跟各位报告的 这一个阶段 尤其是这一个月 主力作手 他很喜欢搞什么 他很喜欢搞一个 所谓的穿头破底 或破底穿头的把戏 穿头破底 破底穿头 带来的结果 就是 很多人 因为 这个穿头破底 而在市场上 一再的追高杀低的同时 你要想清楚 你要想清楚 这些人的钱 到底是被谁赚走了 如果说在11月28号 行情往上突破 前高 11658 来到1163 反转向下 当时告诉各位 他会呈现一个 穿头破底走势 我相信各位 绝对不以为然 为什么 因为高点是在1163 这个起张点是在11450 你说个 就是说他会穿头破底 好像这个距离也太远了吧 可是 对于各位的当时 各位当时的想法 坦白说了 坦白说 我并不在意 为什么 因为我要带给 我在意的是市场 他到底同不同意 歪马前炮的看法 如果说在当天 行情反转向下 突破新高之后 反转向下 告诉各位 它是一个单顶 双肩格局 到隔天 你看到行情开平之后 跌破颈线 就一路往下 来到前波低点的 10450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再来 让各位回顾 这个穿头的目的 是不是为了破底的话 我相信 我相信 这个行情 它已经成为历史 在它成为历史的同时 如果说 我们能够 针对后面的走势 让自己掌握 掌握一个 所谓的细微波的节奏的话 在一个所谓的 持续向下 然后告诉各位 它会做出一个 破线点线动作 隔天 行情来到紧线位置 两个转折 再往下破底 是不是已经完全的 把这个穿头破底走势 做了一个完整反应 如果说是的话 在一个所谓的 中继站的架构之下 各位所看到的 在昨天 行情跳空开高 告诉各位什么 这是一个头肩顶 三重顶的复合形态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 它来到这个右肩 或者是 它来到三重顶的顶峰 你做逢高放空动作 这个时候 你就等着数钞票 那等着数钞票 是在昨天 收完盘之后 针对这个形态 告诉各位 只要就是说 你把握三重顶 头肩顶的复合形态 你就可以在市场上面 轻松赚钱的时候 今天各位看到什么 今天各位看到 行情跳空开高 来到什么位置 一 二 三 三重顶的顶峰 来到三重顶的顶峰 反转向下 在尾盘的时候 跌破了昨天收盘架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再来请问各位 关于这一个 这一个所谓的 开高走低的行情 如果说它是对 找盘对空头造成伤害的话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针对这个开高 反转向下 如果说 如果说就是一个 一个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 有效率的操作 就像在昨天盘后分析 跟各位报告的 当它出现 来到顶峰 出现转折的时候 你进场 做部件空单 你就可以轻松赚钱的话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这就是今天 我们跟各位讨论的主题 在孙子兵法里面 讲的这一段话 就是必其丰锐 及其堕归 今天行情往上涨 你要放空 你要避开 它涨是最灵力的那一段 当然要 因为你没有避开 像就说这个 挡火车一样的挡在前面 你不是马上被你碾压吗 可是如果说 它的涨势 在持续往上冲的时候 再做回头的 就是涨势已经趋缓 或者是说 涨势已经即将要结束的时候 这时候 该你做的动作 就是所谓的 及其堕归的时候 我让各位来看 我让各位来看 就是在一个 所谓的落实的部分 因为如果说 如果说就是 所谓的 必其丰锐 及其堕归 我相信各位都了解 这个道理 就是 它强的时候 不要惹它 等它弱的时候 再去弄它 可是你要怎么样落实呢 讲每个人都会讲 可是你要怎么样 就是说 确实的 把自己 就是说在一个实际操作上面 落实 刚才那两句话 实践 它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你只有做 你才知道 你所做出来的 是不是真理 如果说 实践是检验的唯一标准的话 这个时候你看到的 早上9点7分 十二台子挂架 11661 正负两点放空 成交后停损是25点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高速会员11661 正负两点放空 四个字 极其堕归 极其堕归 不是说 讲了四个字 就OK的 而是你看到 你看到了市场的实际反应 在今天 跳空开高 然后很凌厉的 就往上 突破了前波高点 重点不在它突破前波高点 是在它突破前波高点之后 反向拉回 反向拉回 是不是表示 它的涨势已经趋缓 如果说 它的涨势已经趋缓 就像刚才跟各位报告的 这个时候你要做的是什么 极其堕归 那你要怎么样极其堕归 这个位置 对各位来说 对各位来说 它有没有正面的参考意义 就是11661 正负两点放空 我相信到收盘 各位都已经很清楚了 可是不用等到收盘 不用等到收盘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 行情开高 往下来到11642 再往上拉高的这一段时间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耐性的考验 为什么 因为细微波部分 来回穿梭 你在这边放空 可没问题赚钱 可是等到 你就说行情往下 你看到就说 就说有赚钱了 大家开心 那你开心还没有 就说 你开心还没有 就说 这种反应在 反应在群序上面 马上就要拉高 拉高的时候 你心里会想 会不会主球的鸭子飞了 等到行情再压下来 你说OK 好像没问题了 再拉高 再压低 再拉高 光是这一段 将近一个小时盘整 我相信很多人 很多人都受不了了 可是如果说 如果说你看到的是一个结果 在他行情持续往下 甚至到尾盘 来到11585的时候 各位所看到的 各位所看到的 11点16分 11点16分 十二位台子目前报价 11607 11661 政府两点空单 改设停利于11634 如未触及 空单续留 我要让各位清楚的理解到 就是怎么样 克服人性的弱点 如果说在这边 行情来回震荡 你可以赚到的 也不过就是一些 短线的价差利润 这个时候 你要就说 让自己 让自己在操作上面 有更大的获利空间的话 先设停损 先设停损 行情对你有利 持续往下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改设停利 改设停利 用一种压迫式停利的方式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充分发挥 其货操作 以小博大特性 把自己的饼做大 然后呢 然后到了12点37分 行情来到了今天的低点 11585 十二台子目前报价 1585 11661 正负两点空单 改设停利于11616 如未触及 空单续留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对各位来说 你心里会有个问号 什么问号 11607 这个时候 不是已经赚了54点了吗 赚54点 为什么不先获利了结呢 如果说你是有这种想法的话 我告诉各位 你也不要等到11607 你可能等到 就是说11650 你就已经做一个了结了 所以你不要 不要就是说 就是说看到这个盘 好像 好像就是说 这个就说在一个所谓的眼前获利 你就是沾沾自喜 你要让自己了解到 你今天投入的是期货指数的操作 你投入期货指数操作 就是要充分发挥 以小博大的特性 用有限的资金来创造超额利润的同时 怎么做 压迫式停利 把柄做大之外 航行持续往下 对你有利的时候 四个字 让子弹飞嘛 你让子弹飞 你就可以掌握到 波段利润的同时 这个时候 可以让各位很清楚的理解到 所谓的 必其丰锐 及其堕归 不就是赢家的思维吗 赢家的思维是什么 在适当的时机 建立核实仓位 不用太少 也不能太迟的同时 各位所看到的 同样 从前波高点 即将反转向下的 当下 早上9点28分 十月台子挂架 1642政府两点放空 成交后停损 设定25点 为什么 就是说在当时 不做逢高放空动作 等一下各位 可以在图表上面 一窥就近 10点27分 十月台子目前报价 1624 试驾放空三口 部件波段空单 这是清代会员的部分 目的 三个字 先卡位 先卡位 是什么样的一个操作概念 从他 10月28号找盘 开高 来到波段高点 11663之后 反转向下 这个时候 你知道一件事情 你知道 涨势趋缓了 转弱了 涨势转弱 两个转折 来到11605之后 这个时候 就是该你出手的时候 所以 在这边 先告诉 所有的会员 11642放空 就是 极其堕归的意思 可是 为什么就说 要再加上这一笔 加上这一笔的意思 就是 你一定要强迫 清代会员 在这个行情之内 让自己持有 对自己有利的仓位 纵然 纵然当时的浮动 看起来 好像占不到什么便宜 可是 股票 期货的操作 它永远不是看现在的 你要看的 就是 它的未来 你能不能 完完全全 掌握在自己手上 它的未来 你能不能完全全 掌握在自己手上 我相信市场 已经给了我们 一个很清楚的答案 在1624 1642 做部件空单动作 然后 航行经过了 这段时间整理 它考验的 是我们耐性的同时 当我们经得起考验 这一个 这一个波段利润 不就是完全属于我们的吗 而就是在这个波段利润 完全属于我们的同时 我要再次的请问各位 再次的请问各位 所谓的穿头破底 在主力作手 搞这些把戏的时候 这个把戏 难道真的是千金难买找之道吗 不是嘛 因为你在之前 就已经知道了 航行上下来回盛当 主力作手 它一定会 不时的 少一些空单停损 少一些多单停损 为什么 因为主力在市场 在市场上 它要赚什么钱 它要赚散户的钱嘛 它如果说要赚散户的钱 它不坑杀散户 它怎么赚钱 难道主力会敲楼打鼓 在突破的时候 它会敲楼打鼓 告诉你 我要 就拉高出货了 赶快跟我一起来放空 不对 不是嘛 又或者是说 它行情跌破了11450 出现了破底走势 它反向拉抬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我现在做的是 就是穿头破底 然后反向拉抬的动作 你这时候赶快 跟着我一起来买进 它会这样告诉我们 不会啊 为什么 因为它跟我们是对立的 这个时候 你只有让自己清楚了解到 要怎么样跟主力 站在同一条阵线的同时 我相信 这两笔操作 已经给了各位一个 相当好的启示 而这个相当好的启示 就在当天 你看到行情往下 跌到111467的时候 12点24分 十二台指 目前报价 11190 11624 政府两点空单 停力 涉于11501 如未触及空单去留 就是 在实际操作上面 一再告诉各位的 怎么样把柄做大 有效的停力 有效的停力 然后让子弹飞 在这段时间 我相信各位所看到的 行情 这一个多月 行情在200点上下 来回震荡的同时 很多人都认为 这个行情很难操作 尤其是在今天盘中 Light Light 有位投资人告诉我 这个行情 怎么就说 跟我想的都不一样 我一进场 就挨市场耳光 我当时问他 你就说当时在进场的时候 是有什么样的依据吗 他说我看到行情 好像不错 好像要突破了 又好像要跌破了 所以我马上就进场 做一个顺势操作 如果说是趋势出现 你顺势操作OK 可是如果说 他的行情是来回区间震荡 你的所谓的顺势操作 不就是追高杀低吗 可是面对同样的行情 在这上下来200点的空间 来回游走的时候 你要先想清楚一件事情 这些人 如果说在市场上 一再的追高杀低 那这些人的钱 他是被谁赚走了 各位所看到的 各位所看到的是 11月19号到今天的12月6号 12月份的台子交易 总共操作了 一笔 两笔 三笔 四笔 五笔 六笔 七笔 八笔 九笔 十笔 十一笔 十二笔 十三笔 十四笔 十四笔操作 赚进 就说剩十三笔 负一笔 这个绩效 事实上是相当OK 可是 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你在市场上赚多少钱 200点的行情 十四笔操作 带来的是 四百三十五点的利润 你认为 你认为就是说 这一个操作利润 对你来说 对你来说 是不是你追寻的目标 我相信是 为什么 因为200来点的行情 你能创造四百三十五点的利润 等于是 这个行情 你可以 你可以达到 期货操作的最高境界 什么境界 无中生有 没有这个行情 你创造的行情 对你来说 你不就是在市场上 可以成为实至名归的赢家吗 可以成为实至名归赢家 他不是说 从天而降的 每一笔操作 都有凭有据的 呈现在各位面前的时候 我要请各位来想一下 我要请各位想的是 如果说你今天 今天是跟着 我爱马前炮团队并肩作战 就如同 十月十九号 十月台子开仓的时候 你是跟着 我爱马前炮团队 站在一起的话 这些荣耀是不是完全属于你的 如果说是的话 从下礼拜 从下礼拜 另外的操作绩效 即将在 就说这个下礼拜 下礼拜起 一再的 就是记录在案的时候 我要请问各位 当下一次的操作绩效 再呈现在各位面前 如果说这个数字 超过 数字超过这个点数的话 各位是不是要二晚叹息 如果说 到时候你在二晚叹息的话 这个时候我请各位 请各位就说换个角度来想 就是这些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属于你的时候 这个时候 对于所谓的行情 你认为 你认为就是说 你要就是说 跟着谁 站在一起 才可以在市场上面 轻轻松松地赚到钱 这些所有的行情 所有的行情 对各位来说 我认为 认为分析上面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各位所看到的 上升相行 多重顶的复合形态 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你要怎么样 让自己站在正确的位置 那你如果说 可以让自己站在正确位置 掌握每一拖的行情的话 在这边 我要在节目的最后提供各位 再次提供各位 在圣诞假期即将到来的同时 歪马前炮的一份心意 就是圣诞佳节的 好礼相送 一加一的超值优惠方案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从元旦开始起算 这一个 就是说这个超优值的优惠方案 我相信对各位来说 对各位来说 是一个会而不费的 优惠方案的同时 只要各位拨通0800370888的 入会电话 这一个圣诞的超值优惠方案 就属于各位的 而就在节目的最后 我要祝各位连续假期愉快 下礼拜一操盘顺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